大家测试一下这款超级火的冷肌发膜 就1200毫升超大罐 就网上有很多好评 然后我特意现在已经三天没洗头了 就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的话 就是相对来说头皮有点油 然后发就是发烧的话 是比较干酷的一个状态 我实现一下它的效果哟 实现上超大一罐 然后我现在涂抹在我的头发上 然后当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复发素 来使用它就可以了 就一定涂发尾 就是上面的话 就是不要涂到头顶就可以了 现在我已经洗完头发 然后用干发精先把那个水分吸一扎 然后这里给姐妹们科普一下 尤其是长头发的妹子 千万不要就是用那个洗完头 用毛巾来回这样去搓头发 这样的话毛铃片都起来了 这头发会非常毛躁 不管用什么好的那个洗补产品 你吹完之后那个头发状态都是不好的 像这样用这个干发精包起来吸干水分 或者是拿毛巾这样去捏着去吸它的水分 都是可以的 然后等会我再把头发吹干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毛 用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把头发吹干了 现在可以看到我头发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就是这样去摸了 它是一个很顺滑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款发毛的话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就是性价比超级高 1200毫升这个大罐 然后只要96块钱98块钱 然后呢这个发毛的话 就是长头发妹子一定要吞 就是因为这场的话 我们消耗这个发毛跟发素的这个用量 真的超级多 这个的话就是把它直接平时的话 用起来当发素来用的话 完全不会心疼 所以超级烈给大家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